劳动基金炒股变案持续的延烧 也意外扯出了保佳集团旗下保佳资产管理公司 高阶主管涉案引发宣言大波 集团副董事长林嘉宏事件爆发之后 首度接受媒体的专访 表态如果调查结果出如 保佳相关涉案言确有不法 林嘉宏愿意负责承担 至于公司持有的核心股将继续持有 不会大举卖股 炒股吗 大哥小说小说 我们什么话要说 面对提问不发一语 保佳集团执行长唐楚烈风光一时 如今对劳动基金动起歪脑筋 沦为阶下囚 保佳投资主管邱元 伙同劳动部前官员有乃文等人 坑杀人民血汗钱 连检搜出铁证 揭开劳动部保佳以及复华的 谈腐面纱 面对集团主管涉入弊案 遭羁押集团副董事长林嘉宏 首度出面 接受平面媒体访谈 表态愿意负责 林嘉宏说 父亲保佳资产 董事长林传海已经退休 团队经营交由专业经理人管理 如果保佳资产 涉案人员确实设有不法 造成社会损失 林嘉宏将承担买回 劳动基金相关股票 他的资产有人讲说三千亿 有人讲说五千亿 他买几家上市贵公司 你就知道那个资本有多大 据了解保佳资产核心持股 包括东元华票 永丰金 元大金 永贯 圆白等 各家公司持股比从百分之五上下到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不等 市值于四百亿 林嘉宏将亲自管理 继续持股 不会卖股 保佳集团的政商地图复杂 从桃园做房地产起家 旗下超过七十间建设公司 事业版图更涉及金融和传产业 避案曝光后 林嘉宏首度表态 后续是否如他所说负担赔偿 外界相当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